如果走到這世界邊端 我倆已施無力前行 跟我一起飛去 尋找嫁到世界邊端的香港人妻故事 我們從愛琴海一路走到北大西洋 再由東歐到地中海 最後回到亞洲 橫跨了半個地球 遍沉七個國家 找到這群甘願為愛浪跡天涯的香港人妻 旅程的第一站我們來到韓國 一個香港女子 因為一場大病徘徊生死之間 遇上命中注定的她 一位韓國岳爸 在她身邊發生的事 其實真的是電視劇 可能在電視上看到這個劇情 很多人都會覺得不是吧 但原來真的會生生地發生的 阿秋大病不死,遇到岳爸 展開她的第二人生 岳爸暢勇不管父母反對 堅決要娶阿秋回韓國醫病 她那種義無反顧 最終都感動了兩老 接納秋仔成為韓國媳婦 現在兩小口子住在首爾 一小時車程的尼川市 這裡有多大 我想這裡大概七、八尺左右 七、八尺左右 還有三間房間 我們一間做了醫務間 一間是睡房,一間是工作室 我們結婚了現在幾年 其實她每天上班 我都會送她出門 她回來了,說是… 老公回來了 就這樣,對我真的很好 糟了,你又搞笑我 你知道嗎?其實我來之前 我跟自己說過 我是不想再哭 亦不可以再哭 但你每次都會哭我 真的哭到這世界邊端 上天可能會給我們很多考驗 只要我們跨過之後 上天一定會給我們一份禮物 去獎勵我們 不過其實現在也不是 現在不是一個完結 其實這才是開始的 我經常都覺得 大家要如何相處下去 不要習慣了對方的好 因為我其實經常跟她說謝謝 雖然我們已經是夫婦 其實我經常都這樣跟她說 有時候,如果大家習慣了 如果有時候可能她有一天沒有做 你就會覺得 為何你今天不愛我 別人對了你好 我覺得有時候也要說謝謝 阿秋嫁來韓國已經三年了 每天阿爸都出去打工賺錢 他是一個電子工程師 一個人賺錢,兩個人花 生活不算富裕 但兩小口經已非常感恩 每天阿秋做完家務之後 就會在家裡幫人做網上代購 阿爸上班的時候 你家裡就做這些工作了 我看見人們這麼喜歡韓國的東西 所以不可能在網上買 你以前在香港是拍攝的 是… 拍攝電視台 有沒有掛著…呢 其實我本身很喜歡拍攝 所以我才做那份工作 對 今年剛好新年的時候 我老公就覺得 你好像沒有目標,沒有什麼工作 他就買了電腦和相機給我 我最近又拍攝我們的生活影片 或者我們如果去玩的時候 就會順便拍攝放在網上 這樣很甜蜜 阿秋雖然手術成功,病情經已穩定 但就要長期吃抗排斥藥 藥物會帶來很多副作用 例如脫頭髮和骨敷 最擔心的除了是岳爸之外 就是從小到大相依為命的媽媽 媽媽,你好 媽媽,你好 你好,媽媽 阿秋當時身體不舒服,不好 那你當時是不是很擔心 對,很擔心 我自己走出來門口遛問她 看到挺痛苦,幫不及她 我有一次突然昏迷了,陰黑了 就要馬上送她去政府醫院 其實這段期間 我的心跳已經很弱 然後那個… 先看看 然後那個救護員 她就跟我媽媽說 你抓住她的手,叫她的名字 因為當時我的心跳已經減慢 當時我媽媽就抓住我的手 就不斷叫我的名字 叫她不要睡了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 之後我的心跳真的上班了 媽媽,叫我一聲 祝福,祝福,幸福,快樂,身體健康 所以阿秋很想接媽媽過來韓國一齊生活 但媽媽就為了不想增加女婿的負擔 一直都推堂話,遲遲才算 老婆的媽媽也過來一起住的話 比較好 那你要多照顧一個人 其實沒有特別問題 我們家還有一個房間的 所以沒有特別問題 哦 對,這樣老婆會開心的話 我也就好 沒有問題 我爸經常哭 因為我覺得她那種單純 是很少見男生有的 如果一百分滿分的話 我覺得人家有三百萬分 你是滿分以外,非常好的男人 不是,我不是那麼好的人 我覺得比我好的人很多 真的? 那你要介紹給我 我要介紹給我的香港的朋友 他們都應該會非常想要 找到像你這麼好的男生 可是已經多結婚了 多結婚了 現在兩夫妻一放假就黏得緊一緊 見少一秒都不行 韓國的鄉郊生活,壓力沒那麼大 平凡亦是福 你平時都跟爸爸經常來這裡嗎 對,因為我們平時買菜 多數都會來這裡 那就可以一邊學韓文 一邊買菜 那爸爸,這裡有什麼好東西 比較有名的就是韓國的泡菜 泡菜,泡菜 好,今天晚上我們吃泡菜 你帶我們去買,好不好 那你會不會煮泡菜,新童仔 其實我不會煮泡菜 因為我們平時家裡吃的泡菜 就在我婆婆拿去 一定要每天吃的 一定要每天吃 一定要每天吃 我婆婆說吃泡菜,皮膚會好 是嗎?那多買點了 買完菜了 就是時候回去嘗試韓國新童仔的手藝 美女廚房,吃了抹乾 今天晚上吃韓國燥 好,我試一下你的手藝 不過這位貌似嚴熟的泡菜媳婦 原來煮親菜也是一鍋泡 鏡頭一轉 這裡是鏡頭一轉 這是不用外出的 因為是假的,假裝去煮的 對,鏡頭一轉 我也吃不到 你不會全都出色了 這個韓國人的菜很熟 我的老婆是韓國菜沒有習慣 現在不是很好吃的 不是很好吃的 但是她努力地在學 對,努力是努力了 可是沒有好一點 厲害,吃飯了 吃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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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辣辣椒 好,爸爸 老婆煮的菜好不好吃 今天是好吃的 今天是好吃的 她昨天也好不好吃 昨天好像不好吃 爸爸,我看你結婚的時候 跟現在 好像現在比較瘦 對 是不是 是不是 不好嗎 不是 應該有點鹹 你打油波 阿秋說現在深深地體會到 幸福真的不是必然 活著的每一個小日子 每件平凡的事 只要歲月正好 經以難能可貴 有時候 觸碰兩句 可能會突然更不舒服 我就不想浪費 我跟她一起相處的時間 對於將來 你對於將來有什麼期盼 如果萬一我突然之間 有什麼事 其實對於她來說 會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其實我不想做她的婦女 所以我一定要健康 才可以繼續跟她在一起 戰鬥… 有沒有人家都會做 我們一起去 交來韓國三年 阿秋現在還沒正式入籍 但是享有韓國人配偶的基本福利 例如看醫生有醫療保險 也可以免費學韓文 這裡就是我平時來學韓文的地方 一個星期兩天, 每天三個小時 好像吃藥一樣 很定時 那可以擦班了 好… 你流糖 課題都是為了你們做人妻的生活 對, 全都是做人妻 要成為韓國人妻 首先要明白 奶奶是萬歲的這個道理 韓國人對掌幼尊卑是很重視的 奶奶救我們的時候 你會低頭 我覺得韓國的時候 你會跟你說話, 你會低頭 你不說話 對, 低頭 韓國奶奶一般對小媳婦都很嚴 但幸好阿秋的奶奶和公公 都不屬於太過傳統的老人家 兩老住在他們一小時車程的 是春川市 每逢長週末 兩小口子都會來探望兩老 陪他們打球、做運動 一家人氣氛非常輕鬆融合 我慢點 奶奶是一位韓式漢精幕店員 而老爺就是一位咖啡蔥條絲 平日很多韓國奶奶都會要求媳婦做家務 但這位奶奶對阿秋算是無欲無求 只想她學好做豹菜 讓自己的兒子有口好吃 你這刻有否覺得自己真的很韓國色腐 對… 像大腸菌一樣 大腸菌 老爺說, 你不會煮泡菜 我就問, 為何我會煮泡菜 為何我會煮泡菜 但我老爺會很奇怪地問 你們不吃泡菜, 吃甚麼 所以在他們的目中 是泡菜, 是一種必吃的東西 對, 她以為全世界人 都會吃泡菜 對, 她會覺得你們不吃泡菜 那你們吃甚麼 我們吃鹹菜 吃酸菜 對 你的結婚色很漂亮 你整個是宋慧喬 那我旁邊那個是宋慧喬嗎 也有點像… 下面有很多獎牌 這些獎全都是我老爺 運動拿回來的獎 我覺得他除了運動厲害之外 他還會有很多時候 他還會彈結婚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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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老爺, 祝你 謝謝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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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彼此是麥露人 當初還很反對兒子娶阿秋做媳婦 到現在完全接受了阿秋 還當她是自己的女兒 老爺、奶奶真的很不適合 就算我們現在結婚三年 有時候我跟朋友聊天 我的朋友也會很好奇 他們會很好奇 你奶奶究竟知道你不舒服嗎 我想那些朋友是覺得 這個世界很少有老爺、奶奶 會接受一個可能是身體不太好的媳婦 覺得阿秋這個媳婦是怎樣的 很可愛的 很可愛的 看看吧 她覺得我很善良、很漂亮 多有東西都很好 是嗎 那我老爺呢 你… 爸爸…爸爸覺得怎麼樣 我太好了 兩老都被阿秋鞍皮倒彈的性格 融化了 有時候暢勇欺阿秋 奶奶還會幫幫阿秋 媽媽 媽媽,你不想吃嗎 是,薄薄… 我吃飯了… 我吃飯了 我吃飯了 奶奶很美味 真的嗎 再難解決的問題 兩小口子都一一迎刃而解 不過生活往往 還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戰 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你們要為對方… 最想為對方做的是甚麼 我是為他想買一個很大的家的 上面有一個小的房間 那邊躺著 晚上看這個星星 那你呢 你又會想為老公做甚麼 其實我最想的就是… 我想幫他生一個小朋友 其實我知道他想要小朋友 其實我們也成功了兩次 但那兩次最後還是流產了 就是因為… 剛才那次小產的時候 他量流得不乾淨 要做手術 我做完手術後就發燒 其實因為我本身的… 舊子的病歷 如果我發燒的話 其實有可能會變成一些比較嚴重的事 所以其實我當晚要留意 他當晚簡直是… 在醫院的下方的車上睡覺 然後翌日一早就過來 其實我覺得他這樣很辛苦 其實我們也會再試 但可能…現在的機會就… 不會有那麼多 因為其實也會怕下一次 如果以後會流產的話 那怎麼辦 你繼續試吧,你還年輕 本來本來是想給你一個考驗 就看你跨不跨過得到 跨過得到 就送了一份這麼大的禮物給你 那現在的另一個考驗 你也一定要努力 我找你也可以 我找你馬上歡迎 我開始了,別擔心 而當初很想抱孫的老爺奶奶 也很體諒 我第一次小產後 因為他們也知道 然後我奶奶不在我老公面前 但我跟她兩個人的時候 我奶奶會過來跟我說 其實沒有小朋友也不錯 如果真的沒有就算吧 不要勉強自己生小朋友 因為其實韓國也有很多 老人奶奶一定要申請生小朋友 而且一定是生小孩 其實這是很多香港家庭的風氣 但當時我奶奶這樣跟我說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其實 我認真是老人奶奶 就是真的 現在我來看 我現在都在香港的外國旅行 所以我會很喜歡 像這樣 這樣你們一起旅遊 旅遊這樣一起住就可以了 不要對家人害我 這樣就可以了… 無論前面的日子 再有多少挑戰和困難 可以肯定的是 在人生路上,他們不再孤單 因為他們已經找到對方 身邊有你緊握我的手 而愛 誰說明… 我曾經覺得 是否一個人都可以很開心 也問自己是否不再需要愛情 其實自己一個人不是不行的 這次又重新上路 再看到很多真人真事的愛情故事 就令我發現原來 這個世界上是有真愛的 只要在正確時間 遇到雙方都有愛的人 其實這件事原來是可以發生的 明天我們繼續尋找 嫁到世界邊端的人妻 又是一個因為韓劇而邁後的 浪漫愛情故事 這位香港女生看完來自《星星的你》 為了刀吻盡師 瘋狂追星,追到來韓國 我愛上了金壽兒 我第一個追的韓星 愛上她不能自拔 不能自拔 對,即是要嫁給她 竟然被她一程的士 遇上了真命天子 因為這個真命天子 就是那個的士司機 天才得痛頭 陪著你走 一生一世也不分 天天片長兩相足人 過千山過千海 再見 Hi,YouTube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這條頻道 Like我的影片 開啟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影片了